罗斯坦上市了本京时间9月8日,据路径看台体育报道,德里克罗斯性签案受害女子珍娄,近日向加州法院提起上诉,珍曾是罗斯前女友,她指控罗斯伙同两人。 在2013年8月对她实施性侵,并索赔2150万美元。 2016年10月,法院曾判着罗斯无需承担民事责任。 当地时间本周二,据法律专家Daniel Wallach报道,此前指控罗斯对自己实施性侵的女子近日提起上诉,并已被加州Pasadena上诉法院受理,将在当地时间11月16日举行听证会。 2016年10月,陪审团曾裁定罗斯无需承担民事责任。 此前罗斯被指控过头两人,在罗斯前女友因要误获酒精,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,对其实施了轮件。 据报道,陈趁罗斯和两名朋友是在2013年8月,擅自闯入她位于洛杉矶的家中,趁她无反抗能力时实施了性侵,然而被告的辩护律师则趁陈当时失去被反抗能力的,并认为陈只是希望借此额一大笔钱。 据悉,珍曾索配2150万美元,其实在当时,体育话报记者Michael McCann,就建议珍提起上诉。 东千万不能只是口头上说,陈审团判错了就了事。 LeCann表示,东必须证实本案主审法官麦克尔菲茨·杰拉德范了,司法错误,将他的权位凌驾于审讯之上。 2017-18赛季中途,罗斯在一笔三方交易中,被骑士送至杰士,被财后签约芬林郎,为该队出战九场常规赛。 机外替补,场军出战12.4分钟,得到5.8分,首轮对阵火箭,他出战5场,场军出战23.8分钟,得到14.2分2.6次助攻,命中率高达50.9%,今下森林郎又完成了和他的许愿,是妹。